等一下 美女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借点钱来花花 我们没钱 没钱 没钱 你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你们别过来 再过来我报警了 快点 快点 把钱拿出来吧 拿钱 快点 快点 你谁呀 你管得着吗 你怎么可能 不不不你 你给我等一下 别谢我們啊 应该的 小九 大嫂 以后对我老板好一点 林总 我去送你们回家 什么情况 你指使的 不说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走 爸 爸 段飞 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 跟着老混蛋去韩国了吧 你现在想了解她的过去了 不是 我刚才跟芷晴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几个混混找麻烦 妈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爸 你别担心 救我们的人 可能跟段飞认识 彤彤啊 我老了 帮不上你什么忙 有什么问题啊 你就问问段飞 我信得过他 他这个人脾气又差 中文又那么烂 每天就知道耍酷 我看到 倒是没有什么可信 难道你忘了 你们俩小时候 好 小心 疼吗 不疼 明明你打不过 你这是干嘛 小妹妹 你已经到家了 为什么还不回家 别叫我小妹妹 我不是小妹妹 大飞哥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找你玩呢 这是最后一次啊 不行 我出碗都给你了 你说好 要对我负责的 我什么时候说要对你负责的 再说 学习那是你的初吻 我发誓 那可是我的初吻 好好好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可你呢 我好不容易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跟你就讨厌我 没说讨厌你 那你就是喜欢我 我也没说喜欢你 那你不还是讨厌我 我怕 好好好 过几天我再带你去去玩 好吗 真的 别骗我 我不骗你 快回家吧 你在干嘛 没事 段飞哥 我知道你的秘密 你有低血糖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在回来路上 偷看了你的钱包 我不是故意的 里面有一个诊断书 所以你才一直吃棒棒糖对吧 喂 什么 我马上到 我不能再陪你了 我不能再陪你了 太帅了 老大 我跟你说啊 你真的料事如神 要不是你让我跟着大嫂 大嫂肯定出入味 你跟叶子星什么关系 不是我让你起来了吗 对了 你为什么支持人 偷袭他们两个 偷袭 偷袭 我怎么可能偷袭叶子星 我告诉你 那是一次很满美的苦肉计 我告诉你 我一出要不是 要不是你们我早就成功了 吃死我了 哎 什么 苦肉计 行了行了 我跟叶子星没什么关系 那你证明一下你自己 不是你有病吧你 行了 你走吧 真的 走 走 老大 你就这么找他走了 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 以后啊 你尽量不要把人带到这个地方 万一有人看到 怎么办 明白 是我考虑不中 如果有可疑的人再出现 立即告诉我 干嘛 今晚你没事吧 有没有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再说了我让你进来了吗 对不起啊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说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吗 没干嘛 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睡觉了 你是吗 你明天 是吗 这是邀请 你 好 我 你 你 你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大美女 珍珍强 意外吗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出来有一阵了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对了 听说你在红顶 混得挺不错 你要干什么 你说你都混这么好了 我要去试试的话 跑不起眼地混个副总当的 那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找你叙叙旧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 看来你把挪用公款的事 都忘干净了 如果这儿的人都知道的话 我想你就没那么安稳了吧 你混蛋 你才知道 行了 别这么大伙计 走了 对了 今天穿的很漂亮 对了